这一大段文是 立足恨门而显不住 就是举出来各式各样的阀门 前面是三空门 六渡门 六通门 四五亮门 禅定门 道品门 这都是举出来这么多的法门 这下面是指观门 就是菩萨修销这么多的法门 又不同于凡夫 也不同于阿罗汉 所以是菩萨横 这是最后说到指观门 随行指观处道之法 虽然这位菩萨 他也修小指观对法门 这个指就是安住所缘 安心于所缘境 明经而住 叫做自身大使相 名之为观 这样的法门是住道之法 这个住就是成就的意思 是成就圣道的 修指观可以得圣道 最后成功了 就是成功了 就是正悟了诸法实相 所以说成功了 虽然是正悟诸法实相 而不必经堕于寂灭 不会同于阿罗汉 若无于涅槃 就是堕落到寂灭的境界 不出来了 不度化众生了 菩萨不会这样 这个一般的凡夫 是不修小只观的 菩萨修小只观 所以不同于凡夫 而不必经堕于寂灭 就不同于二乘 所以这是四菩萨 这个修行修小只观 能破坏生死的流转 就是不住有为 不必经堕于寂灭 就是不住无为 不是按住无为的境界 所以不住有为 不住无为 这是不是恨 随行诸法不生不灭 而一向好庄严其身 这下边是第四课 就佛果得 就佛果得 一说不住 就是成佛了 得了无上菩提的果 从这里来表示菩萨道的境界 这里分两课 这两课 第一课是 修阴求果不住 修阴 想要得无上菩提 也要修阴 由阴而得果 是这一段文的大意思 这样的 最后边的一分两课 后边的一课是 德国以后 继续的行音 这也是菩萨道 分这么两课 第一课 修阴求果 又分两课 第一课 出山聚求佛正果 是 西求成就 佛的无上菩提 这是分三课 第一个是求报身 谁行诸法 不生不灭 菩萨修晓三十七道品 修晓子观 修晓三空门 三邪门 修晓这么多的法门 总而言之 是证悟诸法的 不生不灭 就是诸法四相 观一切法 毕竟空 毕竟空里面 无有法生 无有法灭 所以 随行诸法 不生不灭 而一相好 庄严其身 这就是 有相 诸法不生不灭 是无相的 成就了无相的第一地 他还是 以相好来庄严 他的身体 那么这是 就是大慈大悲 利益众生了 好 那么这是 相好庄严其身 那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在这个地方来说 就是佛的保身 所以第一句 是求佛的保身 我们通常说 有一点好心肠 能够注意地 清净自己的身口意 修消失散 身业有三种散法 口业有四种散法 心有三种散法 加起来是失散 我们能这样做的话 我们将来的生命体 也会好一点 比如说在阴间 修小五界十善 假设心里面 这个贪嗔痴不是那么样的粗暴 比较调服 贪嗔痴被调服了 能修小五界十善 将来有可能会升到天上去 升到天上去 那是相好都是 都是很好的 不管是在大致的论上说 说是阴间的男人 我们地面上的男人 看见这天上的女人的话 会发狂而痴 就是天上的女人是美 男人也是美 他们的身相为什么那么美 是修消失散法成就的 就是一个失散 有所得的心 成就的 修消失散法 那个身相就是那么壮严 身相壮严 现在说是 随行诸法不生不灭 而一向好壮严其身 这和那还不同 这是你证悟诸法 十相了 你有般若的智慧 同时也有大慈悲心 用薄热的智慧和慈悲心 去修六度万恒 摇逸众生 说 以此功德 说成就的相好 那是佛的庄严 我的三十二相 八十分好 这个是表示 修行诸法十相 正物不生不灭 这是薄热 智慧 而一向好庄严其身 那是大慈悲心 不是凡夫 我现在是相貌丑陋 为了我将来的相貌 庄严 多做功德 不是这种心情 这个心情的相貌 也会庄严 但是不能和佛比 不能和圣人比 所以我们从 也不学习佛法的人 当然他也会 希望自己的生命好 庄严一点 但是无可奈何 不知道怎么办 只有佛法 告诉什么因的什么果 所以佛家徒学习了佛法 是这样子的 要想要做果王 很容易很容易 不需要竞选 你就是多做功德 多做功德 把自己的事情放下 我去帮助他人 解决困难 尽量地去做种种的 无厌烛地 广做种种功德 就是福报大了 那福报来了 自然就是做皇帝了 不需要拿刀 也不需要开枪 自然你就是皇帝 你看历史上 大天下的皇帝 都是很辛苦 但是这个皇帝的儿子 自然做皇帝 所以他父亲也是皇帝 他的儿子也是皇帝 他本人不是皇帝 不可能的 所以佛法 告诉我们的因果的道理 太好了 世间的善法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也决定会成功 当然佛教是重视 出世间的圣道 因为世间的功德是无常的 是你是做国王了 而且是大国王 做转轮圣王 终究是无常了 你那个安乐的境界 为无常大鬼所破坏 以后完了 这事情还是苦 所以要修修圣道 修圣道 必知佛唯一 而不舍佛法 这是第二课 这个前面 随行诸法 不生不灭 而一向好专业其身 那么这应该是佛的报身 我们成就佛的圆满报身 后边那个句话 谁谁诸法究竟应相 而谁所应为献其身 这是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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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前面报身 后面应身 中间是什么 中间就是说 它是法身好了 好 随现身闻必知佛唯一 是这位菩萨 他已经得了无声发言 有初第二第 乃至到第四第 登教菩萨 他的真实的面目 是菩萨的身份 但是他有随其所依 会献出来 身闻必知佛的唯一 看上去 随个阿罗汉 是个必知佛 他会献出这样的身份 而不舍佛法 圣文必知佛是属于小乘 是小乘佛教的学者 那么他本来是大乘 是非常高贵的身份 但是他献出来一个 圣文必知佛的身份 唯一 看上去 不是大菩萨 他会这样做这件事 就是他这样子去利益众生 但是虽然表面上 显出了身闻必知佛的唯一 但是他那里边的面目 还是大乘境界 而不舍佛法 而不舍佛法 他也不弃舍 佛的境界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是法神 是菩萨 随谁谁诸法究竟 尽向 这个大菩萨 他的佛尔 和那个大背心 与第一地相应 所以常 他那个智慧 与第一地相应 常是随顺第一地的 他那般若的智慧 常是随顺第一地 随 随顺实在就是相应的意思 我们不静坐 你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这件事是稀有 静坐才知道 静坐是 我能够五分钟 明镜而住 一开始静坐的时候 一分钟都很难 你一坐心就大妄想 但是常常这静坐 我能一刻钟 明镜而住 没有妄想 也不昏沉 也不大妄想 就很好了 感觉很好 过了十五分钟以后 不行了 心就不能够明镜而住 就是大妄想的 就是少时间的相应 你说长时期的相应 不行办不到 但是你不断地静坐 我这一只相 我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心里面相应 明镜而住 很有这个事情 这就慢慢地 由少而多 由前而深 由动而静 慢慢地有进步 但是这还是个 从和大夫人来对比 这是很平常的经济 只是想想有点 每一天舍不多就失了 那顶多这还是个玉戒丁 不过玉戒丁是后边 专注义取 本次的经济 就可以了 那么再进步到 围到地顶 进步到初禅 这就是高深了 这时候你可以入定七天 都可以办到 也不需要有睡觉的问题 没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凡夫境界 要修诸法十相关 你就是 学校圣道的时候 那么就是由凡而胜 正无第一地了 正无第一地 那就是不是一般的 凡夫的禅定的境界 超越了这个境界 第一地相应 第一地相应 初相应的时候 还有初定入定的问题 还不能长期在定里面 有时候还有初定 随时也可以入定 也不能够长此期地 与第一相应 不能 要到第七地 到第七地之后 不处定 永久在定里面 但是表面上 他也有行住着火 表面上看 好像没处定似的 但是他实在是在定中 这不是凡夫 所能知道的 现在说这位菩萨 谁谁诸法究竟净相 就是永久地与第一地相应 究竟净相就是第一地 诸法边境空 这样子 永久地与第一地相应了 他不出定了 没有出入定的分别了 达到这个境界 虽然这样子 而谁所应为献其身 谁众生 谁顺所度化的众生的根基 所思议的 所相应的 就为他献身 我献出个大比丘相 也可能献出一个比丘尼相 也可能献出个乞丐 也可能献出个国王 就是随其所应 而献种种种种的身相 干什么呢 去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而又无众生可度 离一切分别相 是菩萨 这是菩萨的境界 所以我们 你自己也常常静坐修指观 修指观呢 慢慢地自己的智慧进步 不是我们看见观世音的像 这是一个像 或者是铜座的 铁座的 或者是木座的 像 你心也就知道这么多 这是一般的境界 但是你要常常修指观呢 不是这样想法 不是这样想了 你说什么是佛 就是大殿上供的佛像是佛 这样讲 我们从学习经论中 提高我们的智慧 渐渐渐渐渐的 就不是一般的这种知识了 想法不一样了 所以看出来 这上面看出来 谁谁诸法究竟静相 而谁所应为献其身 是菩萨恨 这时候知道 有人问 菩萨是什么事 你心里有个数 菩萨是这样子 什么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这样子 什么是个必求 这个必求是什么回事 你心里也有个数 也有个数量 如果你要不 我们不要说是修止观 就是你要不学习经论 你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初见 也不学习经论 知道什么 什么一无所知 什么也不懂 说虽观诸佛国土 永迹如空 而现种种 清净佛土 前面是 这三句话 是修佛正国 正报 身体是主要的国报 现在这下面是 修佛一国 修佛所住的世界 这是菩萨境界 谁观诸佛国土 永迹如空 这个菩萨 他不只是关于身体这一方面的事情 同时他也观察诸佛的世界 菩萨 他的大悲心 他也在众生的世界 随其所应 随所应为献其身 是在众生的世界 度化众生 这是这样子 这个菩萨本身的境界是很高了 但众生的苦恼的境界 他不厌般 菩萨不厌弃 这是要大悲心 大悲心 要大悲心 众生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 是一个污眼的世界 但是菩萨一来 来到这来 叫好众生 但是你知道 菩萨害另外有一件事 他也同时在佛的世界 同时在众生的世界 叫好众生 同时也在佛的世界 亲近四方诸佛 常随佛学 这样子 在佛的世界 你因为他 他是探照佛的世界的美好 不是啊 观诸佛国土 永居如空 观察他那个般若的智慧 观察佛的世界 佛的世界 清净 无量功德庄严的世界 不是凡夫的世界 他观察这个世界 他不爱着 他观察这个都是因缘生法 是必经空极的 不诸舍生心 不诸圣仙未处法生心 菩萨在佛的世界 他不是爱着佛的世界的 舍生相外处法 非常毫无 他观察一些法 都是必经空的 观察佛的国土 永居如空 游如虚空 都是必经空 不生不灭的境界 这样子观察 这样子 这就像金刚经说那句话 不是庄严佛陀佛陀伏也 庄严佛陀佛陀 既非庄严 就是第一地境界 而现种种清净佛陀 但是他的大悲心 也是随其所应 教化众生的时候 随其所应 还能现出来种种各式各样的清净佛陀 清净佛陀 ellos啊 总相说都是清净佛陀 但是别相看还是不一样的 要是佛陀和阿弥陀佛不一样 阿卒佛世界也是不一样 就是不是相同的 就是现在种种的清净佛陀 去教化众生去 这样意思 是菩萨恨 这是菩萨境界 还有这个事情 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 而不舍于菩萨之道 前面是第一课 前面第一课一共是四句 是修阴求国不住 修阴求国不住于阴 也不住于国 修阴求国不住 这下面是第二段 德国行阴不住 就得了国 得了佛国 但是他还修行菩萨道 还行阴度化众生 这也是菩萨境界 谁得佛道 谁也成就了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佛道 这个道这个字啊 其实就是智慧 道是无障碍的意思 从这里能通到那边去 无障碍 欲欠法无障碍 是智慧境界 就是阿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一切种智 说这位菩萨 他无量节的修行 已经得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了 转于法轮 得了佛道以后 他的大悲心不停止 他还为众生转法轮 为众生说法 独化众生 好 那么转法轮 就是开导 开发众生的智慧 叫做转法轮 这个意思 入狱涅槃 转法轮 独化众生 这件事呢 佛 我们没有见到佛 心里面想要见佛 凡夫的事 想要见佛 想要见佛 但是见到佛以后 佛不要和众生常在一起 常在一起 就厌烦了 众生又不高兴见佛了 所以佛怎么办 在你厌烦之前 如涅槃走了 我要等着你不高兴 我才走 不是 你读这个法国经的 如来受量品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想 佛这个 有大自在 有寿命自在 他想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 就无障碍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没有说是活不下去要死了 没有这回事情 既然这样 佛为是入涅槃了 我们现在就不能看不见佛 只能看个像 看见佛 为什么呢 原因 就是有原因的 所以就叫入涅槃 就是舍应归真 所以入涅槃 这个菩萨得成无上菩提之后 和其他的佛也一样 成道 转法论 如你法议 也只有这个事情 谁也是成佛了 而不舍于菩萨之道 也不会弃舍菩萨道 和不弃舍 还照样的度化众生 但是不是右眼所能知道的 右眼不知道 是菩萨 这是菩萨境界 菩萨境界 说是 于是 文殊实力所将大众 其中八千天子 皆发阿尔多罗三秒三不得心 好 这是 前面这一文殊实力 《问祭品》 就是这个 文殊菩萨 问文文杰局是 菩萨云和位于有机菩萨 一个问 后边有 菩萨应云和调普其心 提出两个问 最后这个 云和调普其心 文殊菩萨大夫这么一大段 当然也可以包括文殊菩萨一到了 文殊菩萨那里 互相问答 还有一些问答 都可以包括在内 说是 说是 于是 文殊菩萨和文殊菩萨问答 文殊菩萨答复 文殊菩萨回答文殊菩萨的问 说了这么多的法语 说了这么多的法语 说是 于是 文殊实力所讲大众 大众 很多的菩萨 很多的阿罗汉 还有天音 很多的 其中八千天之皆法 法无上菩提心 这可见法无上菩提心 这个得诚圣道 这个菩萨的境界这么殊胜 就是他发了欢喜心 也愿意成佛 法无上菩提心 有这样坚定的意愿 不愿意做生死凡夫了 想要做大菩萨 这样的意愿了 这是文殊实力文殊菩 这一瓶讲完了 儿是舍利福 见此始终 吾有床作 做事念 事受伏着大地之中 当于何作 这下面是不识一品 是第六品 第六品的来意 先说它的来意 前面的文殊实力文殊菩 它的大意是什么 你们能可记住吧 文殊实力文殊菩提心 前面的大意 就是从文殊菩提心 和文殊菩提心的问答里面 就是说两件事 全记 死记 全死而易 就是这件事 前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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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维莫菩提心 来问维莫菩提心的病 就是维莫菩提心的病 就是维莫菩提心的病 维莫菩提心的病 维莫菩提心没有病 非记献记 他没有病 但是视线出来有病 而这个病是假的 就是全记 就是用这个病来说法 教化众生 就是这么回事 而这里边 你只 由文殊菩提心来问的时候 只是说 你这个病啊 療之有损 不知生活 就是也问他 病多久了啊 怎么样你 怎么样才能够 病才能好 你就是提出这些问题 至于这个全记 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 没有讲 所以现在这不思议品 就是说到 非记献记大菩萨这种境界 因此由此而来 来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广说 佛菩萨的全记 不可思议的作用 就是这一品的大意 这一品的大意就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一品的大意是这样 记住 记住 个别的小小的也应该记住 但是大意非要记住不可 这是这个不思议品的来意 后边是观众生品 观众生品 佛道品 入不二法门品 相及佛品 这四品 这四品你是广说 实际 就是众生的有病是真实有病 众生有病是真实有病 你不是非记献记 你不是真实有病 因为造了罪业了 造了罪业就有病 当然病也有轻重 我们凡夫 爱烦恼见烦恼而有病 阿罗汉以上的菩萨 他们有所知这样的病 有病 有烦恼这样的病 有所知这样的病 都是有病 真实是有病的 真实有病在前面文师的问季品 就说到山空 俄空 法空 空空 空修空观 后来一无所授 而授授授 我与佛法 一无灭授 而去正也 那一段文 这说什么就是菩萨法大悲心 要读化众生 读化众生 这个你 这也是 这是什么你 前面修空观 修额空 法空 空 空 来破除凡夫的病 破除凡夫的病 后来一无所授 而授授 而授授 我与佛法 一无灭授 而去正也 这是破二成的病 二成成空自济 不度化众生 如围涅槃就修析了 这一段文 不要这样子 空病一空 要发大悲心 教化众生 这一段文 这一下呢 现在是说观众生品 观众生品就说一些法控 就是广说前面的三控 而这个佛道品 就广说一无所说二无所受 那一大段文 一大段文 那个入伯二法门品 以下相继佛品这两品 就是广说 文殊实力问济品 后边那一段 就是我们讲的非构心 非净心 非凡夫心 非贤胜心 那个山空那个地方 就是后边那一大段 入伯二法门品 和相继佛品这两品 就广说前面这一段文 道观双流 广说正入 平等不二之礼 道观双流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说 不思义品 观众生品 佛道品 如不二法门品 相继佛品 这是无品的来意 无品的来意就是这样子 现在说着这个不思义品 它的来意就是这样 这个不思义品 这个品的题目 还应该解释一下 还有一些 这一段文里边 后边 就是要这个本文来解释 这上面说 诸佛菩萨有谢托 名不可思义 要菩萨诸是谢托者 以虚密之高 广纳皆之中 无所成见 虚密三王 北相入这后边 这就是说 这个不思义的道理 天才知识大师解释说 诸佛菩萨有谢托 名不可思义 是什么意思 真性谢托 真性是什么 就是诸法实相 诸法必经空 涅槃精是必经空 佛性就明白必经空 必经空就是佛性 也是诸法实相 这是黎明言相 是不可思义的 好 要菩萨注释谢托 这个注释谢托怎么讲呢 就是他成就了 清经的智慧 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 这个智慧 契合了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 是不可思议的 以虚密之高高 纳皆之中 无所成见 虚密三王 本相如故 这以下这个经典 就是契合了 诸法实相 就会发出来 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 就是方便卸透 真性卸透 实惠卸透 方便卸透 这就叫做不可思议 这个不思议品 就是这么讲 这样意思 我们就简单这么说 这一品分地分科 可以这样分 这江采说了 这个不思议品 是广识全计 是文书实力品 文书实力问计品 是料说全时二计 现在问这个不思议品 是广实全计 就是详细的说明 佛菩萨非计现计的 不可思议境界 广实全计 这一课分三大课 第一课 因舍利福 就是生子 念作为由 唯莫身先不思议事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因舍利福尊者 叹 赞叹这个不思 唯莫口说不思议事 前面是身先不思议事 现在是唯莫口说 不可思议境界 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卸脱 口说 第三大段 因大家设尊者的上探自觉 大家设尊者 听唯莫句子说 不可思议卸脱境界 他心里面很悲伤 哎呀 我们得阿罗汉了 就没有这种 就得不到这种功德了 心里面很赞叹 那么唯莫句子 因此而说出来 不思议的因 成就不思议卸脱的因 分这三大课 分这三大课 我这是 广实全集 这是根据智子大师的课 现在分三大课 你是根据会员大师的意思 我是这样分的课 这个智子大师 他解释的好 但是很深 就是不用一懂 你不用一明白 那么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你们也可以亲自去看 看看智子大师的解释 这个第一课 因舍利弗念作 唯有 唯莫神仙不识一试 这里有分三课 第一课是身子念作 而是舍利弗 见此诗中 无有创作 在文首诗里问极品 文首部舍带领大众 到了维莫菊斯斯 一知道 维莫菊斯斯 出诸所有 为之一窗一击而窝 文首部舍也是这看见 现在这里说到 舍利弗尊者说了 见此诗中 无有创作 看见这个文文句 这里面也没有创作 就是没有座位 这个事情 我们从文首 舍利弗计品开始 就是说了 我们凡夫境界 没有神通 不知道 谁来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文文句 他知道 他知道文首诗里弗 带领大众来问病 结果他把屋里弄得空空的 连个座位都没有 你们来的就是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 但是现在 已经在那说法 说了多久了 说了这么久了 说了这么久的时候 这舍利弗尊者就 在心里想 这我方子里面 没有座 也做四年 心里就想 四周菩萨大弟子中 当于何座 这个是 就是词的意思 就是这么多的大菩萨和大弟子 但是就是一大阿罗汉 其他的就 这什么没有列出来 当于何座 没有座文 是什么座 你这老是立在那里 这样一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想法 觉摩洛斯法师他说 像文殊菩萨也不是都是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阿罗汉 不是菩萨 是神文殷 神文殷 他们的身体和法身菩萨 对比的话 有什么不同 这个法身菩萨 他的身体 那都是无漏的境界 无漏的境界 都是初世间的殊胜善根所称 就是江才说 有清无漏的波尔波罗密和大悲心 做种种功德所得的国宝 那个身体如云如影 就是 离一切分别下 他那个身体没有 站在那久了或辛苦 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那个问题 但是阿罗汉 虽然是圣人了 但是他的身体也是一千生的有漏业 照感的 还是父母所生 这样的身体 他能堪能性 不能喝大菩萨皮 他要占着那久了 这就是有点事情 我们看那个经 在阿罕经是大家看见的 陈利夫真正有病了 病了的时候 是卧在床上 不能动 佛说法的时候 他还想去听佛说法 阿罗汉那个欢喜法的心情 也 卧在那不能动了 他还是愿意去佛那听法 怎么办呢 他的徒弟把这个床抬着 抬着 我别去听法 那看出这个身体是这样的身体 阿罗汉也有病 阿罗汉也有病 阿罗律尊的阿罕尼也说得了一场大病 有人来问你苦不苦啊 也很苦啊 也是这样讲 还有这个毕灵切副说是眼睛很常有病 也是阿罗汉里面各式各样的事情 这样的身体呀 他站在那久了就是有的事情了 所以就需要有个座位 这文就是说的比较含蓄 就不说了 施主不是大帝子 但有何说 是这么说 为什么要想座位呢 为什么站了那么久了 会想要座位就座位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话呢 这个话呀 也是我们是凡夫 有客人来 我们也预备座位 还预备的茶 这些烧毁 但是完全没有这个事情 就这样招待客人 招待客人 招待客人 然后施主夫真的 就客人来想这件事 哎呀 希望有个座位做一座 但是施主夫这个话 没有说我自己要做 他们说 施主夫这大帝子 当于何说 应该包括自己在内 是这样子 这是施主夫这念座 下面第二课 唯末杰这个举止 因其所念 教正求法 这样意思 这里分两课 第一课是教正求法 分三课 第一课敬明问 藏着唯末杰之其意 这个舍利夫尊者之心里这样念 并没有说出话来 那么唯末杰就知道了 他那个寄而尝照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就知道舍利夫尊的信念了 于舍利夫尊 就是对舍利夫尊说了 云河淫者为乏来也求床作 说怎么回事啊 说正者 你是为听佛法尔来的 你到这来是求床作 求床作一说 你是为什么来的 到这来 舍利夫尊 我到你这来是为听闻佛法来的 不是求床 这话是真实不虚 最初来是这样意思 不是为床作 唯末杰言为舍利夫 佛求法者不谈屈命 何况创作 文文句是问 这一段 第二段舍利夫回答 第三段呢 敬明随达 敬为木杰居士 就呵斥舍利夫身者 为木杰言 文文句说 为舍利夫 佛求法者不谈屈命 你是为法来的 为法来的求法 不谈屈命 不爱着不洗生命的求 求佛法 求佛法的时候 是不起生命 这个涅槃经上 有一个雪山童子 雪山童子 有一个夜茶鬼 在那里啊 来到山上 好像在雪山上 诸心无常 是生灭法 这雪山童子一听说 哎呀这是佛法呀 不会是两句 还应该有两句的呀 那两句 请你说一说 这个 罗刹鬼 哎呀我现在饥饿得很 哪有时间再说 我现在又 没有东西吃 说你吃什么 我要吃新鲜的 又才可以 有人说好 我这个生命给你吃 但是你把那两句话说出来 那个就说了 生灭灭疑 即灭为罗 这对雪山童子把这话 就在雪山上各处都写出来 然后生命给他吃 这就是不惜生命啊 修佛法的时候不惜生命 还有我们读摩河波尔伯罗密经 就是常提菩萨 常提菩萨 为到这个唐欧杰菩萨 到那去求华的时候 他要供养 不能空手去 要供养这个唐欧杰菩萨 那就是他 常提菩萨的时候 他没有钱 他就 卖这个身体呀 给人家用功 不是你卖给人家 看卖能拿到多少钱 去供养唐欧杰菩萨菩萨 这个 那些事情 我们不要说太多了 要多的就看出来 这个雪山大事 也不惜生命地求法 这个常提菩萨 也是不惜生命的 喜求佛法 所以现在 唐欧杰菩萨就何时舍利菩萨 就是佛求法者 不贪屈命啊 身体都不爱也着了 何况还谈求一个床座 这个我们 用我们凡夫的心理说 客人来了 不给人家预备座 人家想要有座 完了喝死人家 这样实现 喝死得很厉害啊 佛求法者 不贪屈命 何况床座 就是这样子说 这个件事 你要前二文看 这都是有意的 是有意的安排啊 因为安排 但是佛不是 那是大智慧境界 不是凡夫的 不是凡夫这种心情 这句话是何时舍利菩真正 下边就是叫求正法 要求正法 三段 第一段是明求正法必须舍下 要求正法 怎么样求法呢 求法 我们愿意求法 怎么叫做求法呢 必须舍相 要舍这个相 我们看这个文 夫求法者 非有舍受相应思之求 非有介入之求 非有欲塞无舍之求 这是下边必须舍相 舍相里面分两课 第一课叫舍眼相 眼物的相 第二课叫舍静相 清静的相 也不可以执着 也要气舍 一个眼相 一个静相 都气舍了 心无所住 你才能与第一课相应 那就是叫做求法 你要舍有舍取着 那是不能求法的 好 现在先说嘛 叫舍眼相 夫求法者 这个法是什么 就是第一地 比如说我们说 修士成立上 以涅槃为上手 求什么 就是求涅槃 什么是涅槃 就是一切法 诅法 诅法实相 一切法必尽空 乌尔乌尔说 那个地方 不生不灭 那个就是涅槃 你要求这个法 求这个法 就是 非有舍受响应时 只求 这个舍受响应时 就是五韵 这个旧的翻译叫五韵 旧摩洛斯法师的翻译 对宣章法师的翻译 称为新旧 宣章法师的翻译叫做新翻译 旧摩洛斯法师的翻译叫做旧翻译 旧翻译叫五韵 新翻译叫五韵 这个韵 就是阴阳那个韵 它也有个集聚的意思 我今天还特别的查了字典 这个韵字也有一个集聚的意思 新的翻译翻译 韵就是集聚 集聚说个白话就是一大堆 舍法 我们生命体的舍法也是一大堆 我说你这身体有两百磅 这是一大堆 这是舍 就是寿有苦寿有乐寿不苦不乐寿 因眼眼衰而有寿 而彼舍深意 都有苦寿乐寿不乐 不苦不乐寿 这么多的寿 很多很多的寿 这也是一大堆 想行识都是很多的 所以叫做 这是集聚的意思 这个舍受显应识 但是佛说这个舍受显应识 这个舍受显应识是佛告诉我们的 你在阿含经里看 佛告诉我们 这个生命体都是什么 就是有舍有受 有香有行有食 这无法的组合起来 就是你的生命体 那么佛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 是无恶的 意思就是这样 你不要知道这个身体是我 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舍受显应识 都是无常败坏法 是必修之法 这里没有恶可得 没有一个有主宰的 残行主的主宰性 没有恶可得 就告诉你这件事 那么你不应该呀 去执着 爱着这个舍受显应识 你爱着舍受显应识 你就不能够弃入地义地了 那就是不能求法了 非有舍受显应识之求 这个呀 我们如果要是细心一点呢 反省我们的身口意 反省我们内心的思想 这一天从早晨起来 到晚上又休息 这中间呢 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啊 都是经历史都想什么 都是想什么 的确啊 我们要是想要用功修行 要注意内心的思想 心里面呢 就是执着 心里面不断地都是执着 执着啊 这一天的遇见 所有遇见的境界 都完全是执着 一天什么都执着 那下雪的看见雪也执着 那下雨的时候 看见雨也执着 那天苗飞过来 叫一声也是执着 没有一刹多间呢 一分一秒钟 是心里面无执着的 那么这些境界明白地说 不出于舍受显应识 不出于舍 也不出于受显应识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物质 一个生理的物质 一个精神作用 就这些事情 心里面就在这里活动 就是执着 这些执着呢 当然就是一般的境界 就是 欢喜好的探着 不好的就是不高兴 就是这些境界 就是这些境界 那明白地说 就是舍受显 实行识之囚 就是求这个 就是求这个 你一定要叫我满意 叫我满意 就是舍满行识 就是这个 感觉舍的方面 我也要满意 就是这样子 不满意 心里面 满意就是贪 不满意就是贪 就是贪 就是这些事情 现在说呀 佛告诉你的舍受显应识 你观察里面 不要贪着舍受显应识 是什么意思 我还有别的深意 在下面再说 非要戒入之囚 这个戒就是 要说六戒 地 随 火 风 空 食 六戒 我们的生命体系 就是六戒所称 或者说十八戒 雅耳鼻舍深意 那六根 舍生向外出发 外流沉 中间还有个言识 耳鼻舍舍舍舍舍 意思 就是根称识 合起来就是十八戒 这个戒 是当个种子讲 当个种子讲 就是舍 也有舍的种子 生向外出发 都是由种子现行的 言耳鼻舍深意 也满意法 也有种子 言识耳鼻舍舍舍舍 分身意识也都有种子 各有各的种类 这里也没有额可得 这是 入 就是十二入 也叫做十二处 就是 雅耳鼻舍深意识的相为处发 内六根外六根 这个也分为处 这个处是生长门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内六根外圆六尘 然后这个十才能出来 六尘就是所圆圆 六根就是正上圆 当然你还有一个等物渐圆 生上圆等物渐圆 另外还有一个阴圆 还有一个所圆圆 四圆生诸法 这里边我们通常说 有额论者 因为额有一个残横柱 不便意有主宰性的额 一子六根去攀缘六尘 或者做额或者做善 或者是修出世间的圣道 这是额 现在佛说不是的 只是这个十 只是这个十 内一六根外圆六尘 只是四而已 十也是创造生命变化的 他也不是我 不是我的 所以说 舍舍显示也好 说十八戒也好 说十二入也好 这里佛的意思 就是解释你的生命体的内容 是在里边没有额可得 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执着这个舍舍显示 也不执着十八戒 十二入也不要执着它 要执着它的 你要执着它 就是六人生死的 我曾经讲过 在大寂静 大寂静 不是大寂静 在大寂静 有一位天上的魔女来了 来了就是来拜见舍利弗尊哲 拜见舍利弗尊哲就和舍利弗尊哲说 说是 你跳舞我唱歌 要求舍利弗尊哲跳舞 我来唱歌 我们配合起来 舍利弗尊哲我不跳舞 你跳舞我唱歌 舍利弗尊哲就这样讲 我说好 我说天魔女同意了 天魔女同意了 天女就在那偏天其物 舍利弗尊哲就唱了 这句话应该背起来 我背起来 合金不求运皆入 我现在不碍着五云十八戒十二入 舌生现在是个臭皮囊 不碍着 所有的都不是好东西 都是有漏法 外面的舌生相外出发 就是令我们迷惑 是令我们颠倒 造罪业 都是这样子 你不要中他的计 合金不求运皆入 无量世来虚顽顾 从无量皆来 就是舌舌弦世 言而彼之神 一九十八戒 迷迷糊糊的 都是在这里 或者做善事 或者做恶事 有时候升天 有时候下地狱 就是这样子 无量世来虚顽顾 要有贪求如十八 世人终不得泄脱 要是一个人 爱着舌舌弦 使是舌舌弦出发 这个事情 这个人永久不会再得泄脱 不能够泄脱 不能够泄脱 不能得圣道的 就是在生死流转 你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 站在静坐 你把这四句话先背一遍 有意思 有意思 所以这上面说 佛为我们说五蕴 说十八戒说十二入我 所以告诉我们这些法都是败坏无常 始终无有恶 无有恶可得 是这个意思 应该这样观 无恶 断出恶见的意思 我们不要执着 不要在这上生贪人词的执着 非要欲舌无舌之秋 我们欲界的人就是求欲 舌生相为处 五欲 我们一般的人说是财产明十岁 这是五欲 但是佛法是说舌生相为处 你不处 你所有的欲不处这五欲 欲界的人 我们地面上的人求欲 鬼神也是求欲 地狱的众生 苦恼太厉害了 没有时间求欲 他也是求 但是没有办法求 等到欲界天上的人 他们的福报大 不需要做工赚钱吃饭 他的生活是自然的 衣食住是自然的 所以每一天的时间就是欲落 也是在欲里活动 欲界天上的人 就是这样活动 这是求欲 这是求欲的 舍界天 五舍界天 他们求的欲是定 是三妹 是三妹落 里面求欲 也是欲 那么现在我们要是佛教徒 要来到佛法里面求法的话 非有欲舍 你不要求欲 要放下欲 也放下三妹 三妹的欲 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呢 我们不小心 事件处啊 你要静坐啊 那你就是求 求蛇 五舍 要是得到未来地定的话 你会升到欲界顶天 到欲界顶天 他话自在天 如果你没有 你要得到欲界定 欲界定后边呢 这个调顺寂静 最专注欲曲的话 你要得到那个定的话 你死了的话 升到天 也是升到欲界天 而不会在我们的地面上居住 当然要有戒的辅助 如果你犯戒 你定也是责不到的 如果你不犯戒 世界清静 而能多静坐 你要得到欲界定 那几个境界的时候 也升到欲界天上去的 那也就是求欲了啊 当然还是好过作恶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非有欲舍无舍之求 不求这些事情 当然这个非有舍受显示之求 非有介入之求 这个包裹啊 世界上的庸华富贵都在那里 不求世界上庸华富贵 也不求升天 你要求第一地的话 就不能求这些世界上的眨眼的事情 不能求这个 好 唯舍利福 福求法者不招佛求 不招法求 不招仲求 这是教授静下 好 这个我们来出来到佛法的人 会受善归义 佛为这个众生 说善归义 说归义佛归义法归义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弃舍这个邪的归义 邪归义 我们世界上的人 在不相信佛法的时候 他在世界上何所求 就是求庸华富贵 另外又何所求 我看就是有的人 条件够了 就是想要做国王 或者是做国务中立 二十年后 我要到北京做国务中立 有的人不求做官 就是只求法财 各式各样 中而言之就是玉 都是求玉 这个是一种迷惑人 令人苦恼的事情 并不是真实令人快乐的事情 所以来到佛法里面 佛像他归义佛 归义法归义身 就是弃舍 以前的 以前的思想 以前的思想 是错误的 然后 在三宝里面修小圣道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啊 现在圣道 你从学习佛法的开始到最后 知道一件事 得圣道以后 什么叫圣道 就是不制造 于一切法 没有制造心 这个圣道是真回事 圣道不制造 这个小圣佛法 就是多数找 以无常为门 就是观察一切法 都是败坏相 说这个境界很好 这是无常 它终究要败坏 你千辛万苦地啊 成就这件事啊 结果它败坏了 值得不值得求 世界都是这样子 是小圣佛法 观一切法 世界上这些法 都是败坏的 而且是微细地观察 插诺插诺的生命 败坏 终究是要败坏的 败坏 这要是得了涅槃的时候 再回头来观这一切 世界的一切法 心里无所招 不知道 都不知道的 所以福求法者来到佛法的人 想要 大家都应该是以涅槃为上手 要求第一地 佛教徒的共同的目标 不是单独母一个人 共同的目标 法者就是第一地 就是涅槃 如果你有这样的 高尚的意愿的话 不招佛求 不招法求 不招中求 你不能 眼无法 你不能招 清净的意义也是不能招的 你要有所招 你又不能得虐犯 因为你一直招 就把你留在这里了 因为说到佛求 我们看见佛像 佛这个大功德 特别状元 你心里面要爱着的话 就是与地异地相违的 相违反的 我们读金刚经 金刚经非常好 应该读 早晨我们安排的功课 你不要不读 因为你背下来是可以 没有背下来还是照本读 那一段就是 可以深相见如来佛 你看见佛的深相 那就是看见佛了吗 佛也不是的 不可以深相 你也不可以 因为看见佛的深相 就是看见佛了 那真是个相 就是 后边就说 翻说有相 就是虚 也读相非相 这才是佛 那就是不着佛求了 不着佛求 不着佛的相 你才能够见到 你才能够见到 读法实相 就是读法寄明相 那才是法 那才是佛 你要这样不着佛 你要在表面上 直到 那就不对了 就不能够 不能说那是求法 你还是 你就停留在世俗地 在世俗的地在这里 不安全 所以不着佛求 不着佛求 这个法呢 是什么 我们通常说呀 就是 这个第一地是法 也就是聂盘九是法 第一地是法 第一地法是佛 圣人所证悟的 他成就了清净无分别的智慧 正无了这个离一切相的 这个妙法 不生不灭 离一切相的境界 这个地方是离语言相 离文字相的 离心原相 但是他为了 佛佛舍为了教法我们 以安利明言 为我们讲解 就是说出来 四年诸 十圣亲 十圣一诸 五根五律七交之八正道 说出来 说出来 世俗地生一地 说出这么多的佛法 这个法呢 叫做真上法 这个实在是教法 佛那个所证悟的 那个叫做证法 证悟的证 安利的明言来表达佛所证悟的 这就是教法 也叫做真上法 教法就是语言文字的名字为教 要 说真上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语言文字的法法 有大力量 你跟从这里学习 就可以到涅槃那里去 所以是真上法 大力量 所以这个第一地 我们初发心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们只是佛佛舍按了一个名字 你听见了 究竟什么叫做第一地 你不懂的呀 你不知道啊 你说这是糖 是甜的 你是糖 甜 就是听到这个字 这个名字 但是糖的甜 你没吃就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甜 不知道 第一地是什么是第一地 不知道 但是这个名字 叫做第一地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说是我们 佛安利种种名字了的时候 这是我们可以 这个字我印识 是四千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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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五栗 是八成的 明知我印识 我从这里学习啊 可以得圣道 如果我们呢 从这里学习 然后慢慢的到第一地 就是对了 但是有的佛教徒 你学习归学习 就停留在这里 不到第一地那里去 所以说这里有船 我坐这个船 可以到彼岸 这里啊 此岸 有很多土匪啊 我要坐这个船到彼岸 彼岸就安全 没土匪了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你到这个船上来 你一完全开这个船 就可以到彼岸去 他不 他不开 就坐这船上去 就停留在这里 说我们佛教徒啊 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佛法师告诉你 到第一地 到彼岸那里去 但是就停留在这里 不前进 就是不修止观的话了 就是不修行了 只是在文字上天天念 佛缺法者不但居民横上 只是念这句话 只是念这句话 没有用 这不行 所以那就叫做 你不真实地修止观 求识念处 你只是从文字上用功夫 就停留在这里 就是招法求 就是招法求 现在呀 告诉我 现在文文句说 佛求法者不招佛求 不招法求 你不能招 招就不对了啊 所以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这个意思就是法上应舍 这句话就是 你不能制造这语言文字的佛法 你不可以制造在这里 你停留在这里不行 那我们看今天的佛教 佛教图是怎么清醒的 要我看啊 能够在法上肯应功的还是很好的了 还算不错了 还算不错了 但是从经论上看 你看处处地告诉我们要修行 这个意思 不要只是耍嘴巴皮啊 这个禅宗的人喝吃小教的人 你就是嘴巴皮啊 这是喝吃小教的人 其实在嘴巴皮是不好 我们小教的人呢 承认这一点 但是好过你看话头 比看话头还好 看那个有一个人呢 写一个禅宗的书 把中国禅宗的书说那个法语啊 禅宗的书是 和佛骂主 那个作者说 说是和佛骂主这种话呀 如果你没有开悟啊 实在那句话就有这个味道 不招佛求不招法求 和佛骂主有这个意思 这是开悟了你才明白这个意思 如果你没开悟 你也跟照他那么说 也是和佛骂主的话 那你下地狱有问 那还不如学习教了 学习圣教 学习圣教我们知道 还明白 从文字上修习 也能栽培善根了 所以那个作者就是说了这几句话 所以不招佛求不招法求不招中求 不招中求 中就是生啊 这个生这个字 佛法生这个生字 中国话就是个众 中国话是个众 就是合合众 是这个意思 不招中求啊 说是 哎呀 这个法子 表面上出现这样子那样 你不要执着 你在这上面执着啊 对你没有好处 对你没有好处的 所以不招中求 你要不执着 就是我头一句 头一句哈 这个不招佛求 表面上都是因缘生法 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毕竟恐激的 你要超越这个世俗地 达到第一地才可以 这个如不二法文品上面 一段哈 佛法众为二 那个入不二法门 佛即是法法即是众 是三宝即五为相 你要能如是相应的 视为如不二法门 那也是 不招佛求 不招中求 不招法求 是这样意思 要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 用功修行的时候 实在是应该这样子 我们遇见什么境界 都是向道上会 看见好的境界 看见坏的境界 都观察它是毕竟恐激 心呢 就从表面上的境界超越 表面上的境界是因缘生法 都是世俗地 要超越这个世俗地 到第一地 我们的心 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 实时要这样子 我看见有个禅师 就是于路上说 说是出家人同住和很多人大家同住 住了很多年了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什么名字 但是这是一个小事情 但是就看见一个大事 就是他不扎用心 他不扎用心 他不扎用心 那一时他心里不在那上 他心里实时地在圣道这里用功 就有这个事情 另外我们要是能这样学习 不管遇见什么境界 都观察它是因缘生法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不真实 是毕竟空气里 你心就到毕竟空气这里住 这里明镜而住 你你你你回路我 我也从这里也是观察的是个 如幻如画的是毕竟空气 还是在毕竟空气这是处 我不要说你为什么要要回路我 我要到到到那个 找律师要控告你 你破坏我的名誉 这就是不与道相应了 不与道相应 好 世间上的人 世间上的人有学问的人 也有些修养 但是他那个修养的方法 不能和佛菩萨的法语相比 不能比 说刘备喜怒不兴于舌 这是也了不起啊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另有一个想法 他一定是没有佛的智慧 没有佛法中的智慧的 我们用佛法的智慧 就是一个假 一个空 观察它是假 由假入空 这非常的有力量 而且不只找 说你骂我 我能够修养乳波罗蜜 其实你这样想啊 那还是在世俗地上的 你要观察 如何如何的毕竟空 所引的境界 能引的分别性 都是毕竟空的 就到第一地去了 不是这样 没有毁路我者 毁路者不可得 能毁路 所毁路 都是不可得 你心里面不在世俗地上住 就入于地异地 这样子 才能究竟地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有所得 有所得 你心里面还是有恨 还是有恨在那里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你要观察毕竟空的时候 没有恨 心里没有恨可得 你要因为有回路你 你心里有恨 观察着回路不可得 就是没有人回路 也没有受回路者 就恨没有 心就平静 所以能断烦恼 不招佛求 不招法求 不招众求 佛法生是一个清静的境界 清静的也不知道 在第一地那里 言无的不可得 清静也不可得 心能力一切分别相 安住在这里 是最安全的 这个我说一句话 过点 实在我们 我们这个寺院里面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这样办 来一个出家人 我们不讲经 不讲经 就是一比一的教授 应该这样子 来出家人 当然彼此要印识一下 一下也就告诉他 在这里要修小指观 你要不愿意修小指观 请你可以离开 大家可以住几天 也可以 在这里就是修指观 修指观 就是几句话 不招佛求 不招法求 不招众求 非有 摄受显示之修 非有戒入之修 非有欲赛 无赛之修 这样也就够了 就是观察显示必尽空的 观察一切法 都是音乐数是必尽空的 心常在地义的这里注 就是一个智一个观 常常做如是观 不讲经 不这样的 这样你这样的欢喜 这样的话 这么就是简短的一个 只观的法门 你消息了 又天天地净做修指观 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说随时都可以小缠 这样做 天天地静坐修主观 因为一讲 费时间 费时间就把静坐的时间用上去了 静坐的时间少了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我有心这样做的 有心这样做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 可能没有人怀疑这件事 人都不怀疑 听听经 暂时还可以对付 静坐也可以吧 为了听经我也可以静坐 就这样就可以 如果说不要讲经 我们就是静坐 随时有问题就是小缠 我也静坐 你也静坐 但是我因为这样做 永远有成就 因为静坐时间多 当然要有菩萨法 菩提心 做建院 做知科 做种物 他们把这些事情都担当起来 我们专心静坐 应该这样做 应该这样做是对的 天天地静行静坐 就是这件事 就是这件事 大家说话少 少说话 一讲经 一讲经就是很多事情 但是我在想 有的人这件事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 讲经经还愿意 还可以听听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舒服慈悲 这个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得了阿罗汉道能不能够回小向大 修菩萨道 得了阿罗汉道 有的能 有的不能 比如说是在汉传佛教 他要是根据玉切斯特论的生分地 或者是根据《摩赫贝尔波勒密经》 或者是威摩杰索的经 他不发无上佛提心 只是有出离心 这样的修小指观 那就可能得了阿罗汉 得了阿罗汉以后 我像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哪一位大德 叫他发佛提心 他有可能发无上佛提心 就回小向大 但是你要在南传佛教里面 修四年初也可能得阿罗汉道 得阿罗汉道 因为南传佛教里面没有大乘佛教 没有人劝他发无上佛的心 那他现在不能回小向大 但是法画经里面说 阿罗汉他要没有回小向大 他入无云涅盘了 入无云涅盘是到了佛世界去了 到了佛世界去的时候 他就遇见释迦牟尼佛了 因为你是在这个 说不释迦释迦牟尼佛为教主 你在这里得阿罗汉 你入涅盘以后到佛世界去 到佛世界还是遇见释迦牟尼佛 遇见释迦牟尼佛为他说法画经 他又就回小向大了 这是法画经有这个话 所以你说得阿罗汉能不能回小向大 所以应该说能回小向大 但是有先有后 这不同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阿罗汉已经断了三界的烦恼 那这个境界要巴黎菩萨才有 那是不是就是说 不是不是八地菩萨 有的地方说六地 六地菩萨就合于阿罗汉气 就是这个断烦恼方面 那如果这个阿罗汉 他要发无上菩提心 要成佛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他马上 就不需要从第一地菩萨开始修 就马上就是六地菩萨 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他要学习大乘佛法 那他要从第一地开始重新来 就是要听佛说法 那他的这个断烦恼的智慧 已经有六地菩萨的成就了 六地成就 那只是说断烦恼有那么 就这么大概的说奇 实在他和菩萨的智慧不能等 不能等的 因为菩萨广效佛法 阿罗汉他学佛法少 你就是阿罗汉 通阿罗汉都不平等 何况和菩萨 因为周里潘托嘎和十里菩萨是不平等 就是他是到阿罗汉的程度了 但是智慧和菩萨不能平等 不一样 菩萨也是断了爱烦恼见烦恼 阿罗汉也是断见烦恼也是爱烦恼 这事就算是平等 但是菩萨的智慧比阿罗汉大 高 是不同的 所以阿罗汉回学乡大以后 还要在佛那里广效佛法 还要广学的 就是说他要从初地菩萨开始 也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不是说从初地开始 二地三地四地 不是说从这开始 而是要在佛那里学习大乘佛法 就是这么说 可以 佛要教化他发大悲心 还要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 而他的戒定会统统要增长 三倍都不同 得阿罗汉的人也不一样 有的人在回到地定里面得阿罗汉 那这个时候要回学乡大 还要继续深入地学习 什么都要得四三八定 这个还要继续地深入 无量无边的三昧 三昧也是无量无边的 智慧也是无量无边的 应该这么说 就是回小向大 要向随佛学习大乘佛法 就这么说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阿罗汉是从另外一个学校过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学校 那他是查班生吗 有一点像这个意思 他是查班生 他在对涅槃 这个可以那样说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凡夫 他比凡夫的菩萨是高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对佛法来说 那是他原来是学习小乘佛法 现在就是要学习大乘佛法 是这么意思 而他的界定会完全要向前进步 完全要进步的 阿美特